那我们想知道 科技发展到现在了 咱们用什么方法找黄金 今天的找金矿 它还是需要寻山仿穿 黄金呢 它在地壳中的含量呢 只有一分之一啊 今天的地质工作者呢 可以利用不同的这个金属的属性 去找到不同的这个金属矿 比如咱们知道铁 它是有磁性的 对 我也就能被这个磁力仪所测定出来 而铁呢 就是密度比较大 它能够通过这个重力仪来测出来 而那个铜呢 它的导电性比较好 所以它能被这个电法一锁撤出来 金也是导电的 但是银石中的含金量它太少了 所以电信号呢 通过这个咱们的金矿 和穿过普通的石头 基本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这个一座山 一座山地去爬 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去翻 来找咱们的金矿 真不容易 不容易 怪不得当年咱们国家 要专门成立一支部队 来找黄金呢 是的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我们急需要用黄金 来购买工业设备 以及对外进行贸易 与此同时 大量尖端的技术 还有这些精密仪器呢 都需要这个黄金 从某种意义上讲的 黄金的稀缺呢 将是制约我们国家 军事 科技 以及工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而直到1975年呢 我国的年均产金量 也只有17吨 在1975年的夏天呢 周恩来总理在病态前 召见了王振副总理 嘱吐他一定一定要 把我们黄金的勘探和开采 抓起来 我们知道周总理是1976年初病逝的 在总理最后的时光里 还惦记着中国的黄金事业 那我们是怎么去完成了 总理的遗愿呢 在1979年初呢 基建工程兵的黄金部队 他就成立了 五年以后正是改制为 武警黄金部队 武警黄金部队呢 从那个时候就向祖国各地 去雄找黄金了 这个就是1986年 原武警黄金第三支队 在中国最北端的洛河 前往一块显为人知的 生命禁区 西口子 开展碳金的工作 而且这个西口子的血 它非常厚 个子不高的战士 可能都是提着腰 躺着血在走 如果稍微深一点 可能就爆出一个脑袋了 进入这里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在河流解冻之前 从尔谷纳河的这个冰面上进去 然后再到第二年 河流冻住之后再出来 待一年呢 是 就是整整一年的时间 辛苦了 前辈们那才是真正的 风霜酷暑 吃尽了各种各样的苦 在新疆呢 原武警第八支队呢 在地表温度高达70度 戈壁荒漠上探寻黄金 他们的胶鞋底呢 热得都化掉了 和脚掌都粘在一起 但是他们就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 成功地探明了 20多吨的黄金数量 天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